哈囉,觀眾好,我是尼寶 今天來分享一下遊戲王MD最新的一個改版 另外在今天早上的時候釋出了最新的禁卡表 主要是針對了這次的DC杯,然後有一些些許的弱化 首先是兩張現衣,分別是魔術師的牌組FTK被限制住了 這張融合怪者掛一張 另外則是針對60魔咎做出的一個限制 吉卜龍將強大的單卡變成現衣 你要說合理嗎? 這張卡確實是蠻強的 主要他一層內可以濾出三個資源 可以抓三張岩石組,然後做後續的展開,真的很強 現在現衣的情況下,你被木屑指名者或者是烏鴉叼走的話 有時候後續的資源就沒有了 所以也算是對第一名牌組做一個尊重 另外呢,神杯的話則是砍兩張 你要說砍嗎? 命血寶牌跟這個虎也不一定是每個神杯都會掛 所以稍微對坑牌,就是比較特別的牌組有做限制 但也沒限制到很多 本家的牌一張都沒有少 所以就是少各放一 但如果你真的說要針對的話 我覺得針對千差萬別變成限二 或者是針對一些永續陷阱卡的話 我覺得才比較有威脅力 因為主要大家討厭神杯的話 第一是討厭場地 場地的話如果改成限二 大家也會滿開心的 或者是討厭什麼技能剝奪啦 或是討厭一些群雄歌劇那些奇怪的貼紙 另外烙印的部分 則是被Band up用絕望體系的本家怪 也是同樣沒有對 無論是烙印龍河也好 或者是 武士之物也好 都沒有被限制 然後我史卡也是因為烙印龍河入坑的 史卡是把烙印龍河砍到剩限一 那我只想罵一句 幹你老實 用屁股做卡 然後在那邊亂砍 搞得 組一副牌 還要趴掉架 真的是有個急車的 好 那當然後面還有這個閃刀的火閃 變成兩張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1月10號的時候會出 閃刀聯合啟動 這張新卡 然後我對閃刀的付出 應該是有目共睹啦 就主要的話我花了很多錢去抽 火閃的這個賺卡 我可以跟各位講 幹這個真的是很難 不要亂做嘗試 就是結論來說太盤了 當然看到閃刀多一張 可以多綠一張資源的話 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那往後針對雷精靈 或者是後面的體系的話 手坑多 我覺得也是滿重要的 走到後面的話 我應該會優鬼兔掛三張 來應對後面的巨大雷精靈之類的 還是要看當期環境 大家喜歡打什麼 再去抓吧 那接下來後面幾張呢 我沒有做功課 所以我們就不做講解了 那目前MD玩下來的話 像我本身史卡沒有玩神杯 所以我在線上版 滿喜歡我這套牌的 為什麼 因為史卡 不太有人 會想跟你打這套牌 他應該會很鬱悶 然後你要一直問對方說 你的牌剩多少張 來把你噴完 但是在線上版有另外一種體驗 但大家可能會不喜歡這套牌 沒有辦法 那在昨天的改版呢 則釋出了孔飛太 就一套 一套完之後就沒了 但還是要給予鼓勵的 因為畢竟這個月 他更新了兩次 在DC杯之後呢 也一樣是出了一個新卡 但我只能希望這遊戲 可以更新的再快一點 因為 即將來到了一週年 這個遊戲 但是 就突起上面的一個流量來說 該怎麼講 一灘死水 沒什麼人想要直播這款遊戲 無論是中文市場或是外國市場 大概也只有一台 外國台有辦比賽 那邊佔了80%的人數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大概一兩百人的小台 滿可惜的說真的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現在史卡跟MD的一個 環境差的話 只差兩個大包 還可以接受 不需要做到同步 但是 你說隔了八九個月的進度 然後我們要玩過期的環境 還要去抽那些 不合理的 強力單卡 就好比說一絲壞啦 這些什麼 差地力啦 這種 我們還要被 再被這些卡片折磨一次 只能說 有點痛苦 但這也是遊戲王的一個體悟味啦 有好有壞 反正就是 你有喜歡的牌就組 沒有的話就不要組 像這期的孔飛太 我想組 但是好貴 真的好貴 我看到的體系是有掛 霸王龍之魂的 但整體的UR數量的話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我的UR量已經很多囉 我都覺得這套牌很貴了 當然我覺得這三張可以不用掛 然後額外少一點 多放一點純的 我覺得可以接受 不一定要玩烙鷹體系啦 我覺得光是暴龍出來 壓場 然後可以再掛一個什麼 幼鼠大爆發去 限制對面的一個行動 感覺也是蠻好玩的 但總結來說 掛暴龍之魂就帥 但是 太貴了 這個怎麼會UR 夭壽 好啦 那最後跟各位說一聲 新年快樂 聶寶呢 也會持續的慢慢玩 我們的遊戲王MD 個人是很期待 1109的修女 跟雷精靈 會搬到我們的遊戲裡面 然後再去做一個嘗試 當然還 當起來會有一個伊勢壞的牌組 可以來做試玩 就慢慢去體驗好了 反正這款遊戲 跟史卡比起來 他至少是可以拆牌 然後去做資源分配 然後去做資源分配 不像史卡 我當初買這個雷精靈的白鑽 那個掉的價格真的是 慘不忍睹啊 太可怕了 好啦我是聶寶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